進去了 進去了 萬安演習警報聲大響 車水馬龍的愛山路一帶 頓時變得空蕩蕩 來不及避難的車輛 就集中引導道路邊停車 路上民眾也被遠景引導進行避難 台灣北部在今天下午1點半 進行萬安演習 記者現在所在位置是 基隆台62線中正路出入口 雜道的地方 可以看到現在路上 是幾乎完全沒有車輛在行駛 因為這些轎車還有貨車 全部都被疏散人員引導到 平面道路進行人車管制 而在東岸連外道路 中正路紮道 車輛依序下紮道 萬安46號演習 人車疏散避難演練 演練人員警察7名 一交4名 萬安46號北部地區 居民聯合防空演習登場 警報發布前 金融市長謝國良先前往民房管制中心 聽取簡報 接著再前往常鴿桂冠酒店 視察避難演練 今天就是也來了解一下 我們所有的應變情形 然後把我們未來市民朋友 所有需要去做的各項的準備 要來了解充分 其中演習模擬協和發電廠 遭到飛彈攻擊 大樓和油槽發生爆炸 發電廠只為編組進行滅火 並請求消防局前來支援 我們在油槽區有熄火 另外行政大樓四樓有同仁受困 雲梯車升空 順利將人救出 油槽大樓火勢撲滅 冠安46號演習 街道上的行人都要躲避 室內避難 金融市如臨大敵 演習相當的逼真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演習相當的 演習相當的